你好像不太樂見這個 事情趕快落幕 有點怪啦 會害怕 怪招啦 XX的全球的論述霸權 沒有任何證據 這個都隨便他講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XX的財經報表可以不看 誰曉得是誰在買呢 迂迴 拜登最想知道的是 你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你對於俄羅斯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要怎麼樣的支持 是支持的吧 可是一定要 直接跟他來面對面的對話 要這樣子直接的溝通 好 可是那習近平又會怎麼接招呢 沒有 習近平 他就是跟楊潔篪王毅一樣回答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 多方介入調停斡旋 希望和平解決 是讓那個中法德 那個視頻會議的基調也是這樣 是 那至於那個 至於什麼已經有軍員 那拜登一定會不滿意啊 會覺得說這樣子的回答 沒有 如果習近平邀請美國也來參加呢 那拜登怎麼回答 我覺得 今天我事實上只注意這一點 就是說如果中方邀請美國說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多方斡旋 尤其他如果舉 伊朗核協議做例子 伊朗核協議就是武昌嘛 加歐盟跟德國嘛 對 加德國 那是否我們比照伊朗核協議 武昌加歐盟跟德國 一起來協調這個 俄武戰爭的和平解決問題 這個美國很難拒絕耶 那美國如果拒絕也要找個理由吧 那事實上本來傳出拜登下個禮拜要去歐洲嘛 北約的會議嘛 現在又說行程不確定 哇 那你這樣兜起來不就是 你好像不太樂見這個事情趕快落幕耶 那到底誰在拖 現在俄羅斯覺得 現在就是美國 美國也想要拖嗎 本來那個 他要去北約那個大概是三天前 出來的新聞啊 對 那後來白宮又說不確定 嗯 所以這個就有點怪啦 事實上我跟你講喔 因為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則新聞啦 就是有一個俄羅斯官員說 他們跟大陸要飛機的零件被拒絕 有 結果那個俄羅斯官員被解職嘛 那美國事後一定有話說 說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施壓造成的 所以我跟你講他各種話都可以講啦 各種話都可以講啦 所以 事實上那個俄羅斯官員這樣講 就表示沒有這件事 就中國並沒有軍援俄羅斯嘛 因為這種那麼敏感的事情 中方怎麼可能會去犯這種低級錯誤 而且烏克蘭也是他的好友啊 所以中方 所以不可能是軍事方面的嘛 我跟你講啦 光是俄羅斯這個外匯儲備 能夠有15%是人民幣啊 中國就已經是幫大忙了嘛 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 他可以透過人民幣來買中國的東西嘛 因為美元歐元都被抵制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能夠做到這裡 當然拜登是不是要進一步跟他講說 你不可以 讓他用人民幣來買你的商品 要講話講到這麼絕嗎 這個 要講話講到這麼絕嗎 我看不太可能這樣搞吧 我也很懷疑 這個 蘇利文有講到這個程度啦 因為他們要賣給俄羅斯的東西 可能都是民用商品 是 那你這個能夠阻止嘛 對不對 那印度也在賣啊 那你要不要去阻止印度呢 對不對 印度還跟俄羅斯買油咧 對啊 而且還很高調啊 說搶便宜喔 是啊 買折扣食油 很高調啊 幅度的折扣 是啊 那麼高調啊 那土耳其也很高調耶 你怎麼不去制裁呢 其實中國到現在 對這個事情是很低調耶 因為他也不想 在這種議題上出風頭嘛 嗯 所以 我覺得 事實上美國的主要的想法是 要讓世界上認為 中俄在結盟 嗯哼 可是他又怕真的結盟 嗯 你知道吧 就他在文宣戰上 想要讓人家覺得中俄在結盟 是 那這樣中國就背負了 侵略者的共犯嘛 他大概 這個基本上是文宣戰 是 可是如果中國跟俄羅斯走太近 他事實上又會害怕 所以他也不希望這件事真的發生 可是這個就是我們說政治上 有時候就是有這種 這種怪招啦 就我每天說你啊 事實上我不希望你真的這樣做 對 你知道吧 可是我就一天到晚說他這樣做 對啊 事實上他沒有這樣做 這個就是 然後就算你再怎麼樣否認 然後一直在那邊 對啊 大陸外交部每天的記者 其實就是一直不斷地否認再否認 其實我跟你講這就突顯出 就是 英語的全球的論述霸權 對 因為你看到的新聞都是他們的新聞嘛 他們的解釋嘛 事實上這個新聞不是只有在CNN 還在金融時報 所以等於是英國跟美國的主流媒體 對 同時出去啊 嗯 是這種情況欸 是啊 然後都是說欸 引用了什麼消息 然後沒有任何證據 如果他引用的是外交電文 都是消息人 而且是他們自己的外交官 嗯 那 他事實上只有說俄羅斯提出請求 他沒有任何證據說中國已經答應 對 可是後來的鋪陳就是 一副中國已經答應了 就變這樣啊 蘆布現在美元對蘆布的會價是104.7啊 嗯 那 剛宣布抵制Swift的時候是154 喔 回來了嘛 所以已經升了三分之一了欸 是 那請問是誰買的啊 你以為是中國買的 我看不是吧 嗯 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抄底的力量 抄底啊 對啊 所以基本上 然後今天那個俄羅斯 因為他還了那個1.17億 是 的利息嘛 那目前俄羅斯的國債是大張 喔 因為他那個信用違約 違機解除了 解除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那如果說扣留飛機零組件 那表示他沒有答應俄羅斯的 這個就是我們符合我們剛剛的說法嘛 對不對 這個凍結基礎建設投資 我不知道指的是什麼 這個都隨便他講啊 然後 不甩俄羅斯動用外匯儲備的要求 我真的不知道他還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主要就是 CIPS你要啟動啊 那因為本來俄羅斯的企業跟中國 接軌的本來就不多嘛 是 那這個是需要 需要接上啊 你才能夠交易嘛 是 那 這個本來就需要時間啊 而且時間 我們知道SWIFT的抵制時間 是3月1號開始的 那俄羅斯也知道這個問題啊 所以他就說你可以先設帳 他不是說你可以先設帳嗎 可以先設一個月 那不用開信用狀對不對 對 就是想要克服這種問題嘛 所以 那個CNN的財經報導可以不看 CNN本來就不是財經報紙 那財經 我看其他的財經報紙 沒有人這樣寫的 沒有人這樣寫的 我補充一下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你想想看 假設你一家企業 你有跟美國做生意 你有跟德國 法國 很多國家做生意 你是用SWIFT走的 然後你有跟俄國人做生意 那他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這樣的話 我要制裁你 那這家企業 基本上來講 那他還是民間企業啊 你怎麼不能叫他冒頭啊 那你政府如何保護這個企業 很難嘛 那很難的情況下怎麼辦 那就 有一天會有一家企業冒出來 他跟世界各國都沒有關係 就跟俄國有關係 那他在國內進很多貨 那進很多貨以後 他就賣到俄國去 然後甚至有一家公司 也就出來突然間出來了 然後他跟俄國也進口了很多 例如說石油 他已經不再透過 中國建設銀行 工商銀行等等 他透過一家 從來沒有跟外國 有任何關係的銀行 做買賣 有沒有可能 有嘛 所以問題就在於說 中國有兩家銀行 並沒有配合SWIFT 對 有兩家銀行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事實上 一般來講 政府你還是要考慮 你的國家的企業 國家的企業 免他去碰到麻煩 那你要不你的反制裁力就很大 就是說我定一個法律 就是說你對我的企業制裁 我對你的企業也就制裁 那是反制裁力 像大陸現在在定這個法律 可是你要實力夠雄厚到一個程度 你才能夠全面性的來對抗 可是當目前來講 在風頭上的時候 那你就沒有必要 用你的這些大企業 來做這個事 你可以用一些突然間 蹦出來的一些企業 然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俄羅斯的很多的需求 其實很多管道都可以送進去 又不是就那個 所以誰曉得是誰在買呢 而且誰曉得 裝口貿易都很重要的 我補充一下 事實上我有金融界的朋友也告訴我 他說Sweet它是一個報文系統 那因為有11000家金融機構加入 所以他很快可以得到確認 那並不是說這樣 如果你不用這個 就完全不能交易 不是這樣 中國有自己 俄國有自己的 是比較麻煩 就是說你可能可以透過電費 可以透過信費 甚至透過email 或者用數位貨幣 對數位貨幣 那只是說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確認 你要確認 是 那你知道企業有那麼多嗎 對 那只是說這個交易的方式 就要有一個迂迴的方式 對 這台水神生成機呢 它只有一個 飲水機的大小 放不放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日常 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們 你們獨家享有這個好湯 請你上快點購 這數量有限 你要賣 要快 好嗎 好嗎 谢谢大家